ugly 各位閱讀的讀者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晚上好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讀讀書了 我們今天的專題讀書會要帶大家讀的書 書名叫做 一…人…公司 Company of one 就一個人的公司 一個人公司到底要如何開始 以及一個人公司是否真的是公司呢 好,我們待會今天會跟大家一起來讀讀這本書 透過深讀帶大家從零開始開一個藝人的公司 而這本書很有趣的主題他說 基本上每個人都應該都也算是一種藝人公司 每個人都要用一種負責任的心態把自己當老闆來看待你的工作 可是當然藝人公司不只是看待工作喔 還包括如何讓自己創造更大的價值不被取代 好,所以我們待會會來與大家分享今晚的精彩內容 我們做非常非常豐富的簡報要與大家一起來交流 所以請務必趕快轉發我們今晚的直播內容 然後也鼓勵幫我們努力按讚 當然我們分享今晚直播晚一點我們會抽出一本好書送給您 好,所以期盼今天的內容成為你生命 在學習上面能夠打開你可能更多的視野 對於創業開公司有更多的想像 當然很多人覺得創業這件事好像離你很遠 不過沒問題我們今天會帶大家用不同的角度 來了解什麼是創業 什麼是創業以及如何開一個藝人公司 好,我們有一個社團叫閱讀人同學會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也歡迎你可以加入 晚點可以加入我們這個社團 這社團裡面有很多人透過閱讀 彼此交流心得也透過閱讀一起學習成長 好,所以我把它轉發到社團去 我們就要準備進行我們今天的精彩內容 與大家一起交流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本書 書名叫做 藝人公司 可是藝人公司不只是藝人的公司 而是一種 對於成長這件事情 它有抱持了一種不同的思考點的一家公司 好,為什麼叫抱持不同思考點 因為我很多人談到成長這件事 覺得企業本身就是要成長 企業本身就是要營收翻倍翻倍再翻倍 能賺多少賺多少,所以要不斷不斷的擴充 好,這是資本主義市場所告訴我們的一個道理 所以很多人買股票總會希望它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好,可是任何公司它要一直成長都其實會有什麼 會需要可能做很大量的不同的投資 人才的廣招 當然這看起來是好的 可是當然對地球上面的資源可能不一定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變成可能會有更多的浪費出現 然後當然一直成長的企業真的它能夠成長的多久呢 好,這是我們今天會帶大家一起來思考的 好,所以一人公司它不是一個單純只是一人公司 是一個對於成長這件事情有一個不同的觀點 他們想要所傳遞的價值反而是追求的是一種 人生的自主權更多的掌握的一種公司心態 也包括對自己人生負責的工作心態 好,所以歡迎把今晚直播分享出去 我們今晚會有非常多精彩內容 會與大家一起交流 然後會教你從零開始開出一個屬於你的藝人公司 屬於你的藝人公司 然後當然我會舉一些案例 由我自己工作案例 也包括我可能認識的一些朋友案例 與大家來分享在華人圈或在台灣 又該如何開始 好,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好,如果你是對自己工作沒有什麼熱情的 歡迎可以在下面留言加一 如果你覺得你擔心自己的工作可能會被取代的 誒,歡迎留言加二 好,如果你人生想要更多自主權的 歡迎留言加三 我們看哪一個比較多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三個都有 你就留言一二三吧 如果你覺得三個都有,你就留言一二三吧 好,所以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喔 月霞晚安,昆州晚安 歡迎大家把今晚直播分享出去 然後我們看到也有人說 他自己就是藝人公司 對,像SOHO組本身也是一種藝人公司 然後很多人可能是網紅也算藝人公司 因為他必須要透過自己獨立自主 好,例如開直播,開分享 好,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今晚這本非常精彩的好書 藝人公司 所以對你的工作有沒有熱情呢? 然後你擔心自己的工作會不會被取代呢? 或者你希望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嗎? 如果你有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一二三 我看一下大家對於哪一個是比較多的 欸,目前三很蠻多的 很多都希望自己擁有更多的自主權 有人擔心自己被取代 像我朋友二也有,可是二比較少 有人一二三都有 對 我們對於一這件事啊,熱情 我們帶這本書也有不同的角度定義 帶大家找回熱情這件事情 好,所以目前看起來一二三的三最多 我想要擁有更多的自主權 好,更多自主權 意味著能夠去選擇你想選擇的生活 你想選擇的工作 你可以開始練習拒絕 因為有時候給人請 或者是做別人要求的工作的時候 真的很難拒絕 因為你贏的是薪水嘛 好,那既然你贏的是薪水 就很難去拒絕 欸,例如老闆要求主管的要求 好,所以因此自主權好像感覺被剝奪了 好,可是有時候我覺得也要反思另一件事 為什麼你會感覺你被剝奪了呢? 或者是欸,你的時間被被這樣搶取了 可是你要換一個角度想的是 其實你或許也是透過交換的方式 換取你需要的報酬 當然這報酬可能有人會覺得少得可憐 好,可是我們今天要帶大家了解一人公司 是一種打開大家心思眼界的一種 公司成立方式 告訴你工作如何擁有熱情 以及讓自己工作 未來可能AI世代、機器人世代 讓你擁有不被取代的價值 當然更多的是 當你能夠成為一人公司 表示你的自主權 已經更穩固的不用被人所控制 你可以開始練習拒絕 你也可以開始學習去爭取 所以自主權更完整更完整 好,那也要介紹一下這本書的作者 好,這本書的作者名叫保羅·賈維斯 保羅·賈維斯 他本身是一個企業的網頁設計師 也是網路的顧問 然後他花很多時間跟職業的運動選手合作 協助他們建立網路形象 好,然後包括可能俠克、歐尼爾啊 然後斯蒂夫、奈徐啊 都是他的客戶 然後他也曾經跟雅虎、微軟 甚至賓士、華納音樂等公司合作 所以他合作單位聽起來都很厲害 非常厲害 不是很厲害,是非常非常厲害 他幫他們做網站之外 也能夠幫他們創造網路行銷的品牌價值 所以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創業家 實業家 保羅·賈維斯 可是這家公司啊 就只有他一個人 只有他一個人 那有人說 他聽起來就像SOHO接案 一年可以賺足夠溫飽的薪資嗎 好,他在書中所提到的 他其實每年的薪資 平均算下來是台幣1億左右 新台幣1億左右 所以應該算是足夠溫飽了 因為他合作單位都是很大很有名的企業 或者是個人 都是非常知名的個人 所以他幫這些人專屬的服務 基本上已經創造很大的商業價值 也當然為他自己賺取了 足夠的報酬去維生 所以我們今天會帶大家了解 這位作家保羅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從一開始是怎麼樣開始 他這個藝人公司的旅程 也包括如何讓他這一家公司 能夠發展的規模 足夠養活他自己 不只養活自己 而且還養得還不錯 年營收1億的藝人公司 年營收1億的藝人公司 好,這文書在國外的封面長得像這樣 Company of One 我覺得台灣通常 如果大家有看過台灣的出版社 出書很用心 都會設計還滿不錯的封面價值 或者幫大家做好很多重點 很多重點 好,他是怎麼樣成為藝人公司呢 在書中的最後面提到說 他一開始其實不是自己就馬上創業 他一開始也是在別人的公司底下工作 可是工作了幾年發現不太開心 不開心的主要原因 不是他對他的工作內容不開心 而是覺得公司對於客戶的承諾 一直沒有落實 甚至可能會常常打折扣 他覺得這個公司不太誠信 所以他覺得 我幫客戶公司爭取這些客戶 可是卻沒辦法達成客戶的要求 好,這位保羅就覺得很不應該 這公司很不應該 所以就跟公司提了辭辰 好,但他提了辭辰 沒多久沒想要當初跟他這些合作公司 特別打電話來找保羅說 聽說你離職了 那我能不能把我的案子交給你 無論你要去哪一家公司 我都願意讓你來承接這個案子 表示保羅他自己做出什麼了 做出了口碑 做出了信任 就無論他到哪裡 客戶就跟到哪裡 表示他其實在做事情上面非常用心 做人也獲得別人的信任 面對客戶的信任 好,所以他有馬上找到一個新公司接案嗎? 沒有 他會發現原來我出來一樣可以接案子 他就那時候開始自己接了網路的設計案子 好,就從他原買的客戶一個兩個三個 然後延伸客戶介紹客戶 當然他自己也為自己創立了各種個人品牌 在網路上面授課創造價值 好,所以他的一人公司到底做哪些服務呢? 接著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 在書中的前面介紹他自己的背景 可是我們待會用從他的背景來拆解 告訴大家他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一人公司 如何成為一個成功一人公司 為他創造了一年將近一億的營收 好,首先呢 他的工作平常要寫作 然後他自己會架網站 會,然後同時也是一個部落客 然後也在線上面 網路上分享課程 所以他是一個線上課程的老師 所以他目前有主要幾個工作 寫作 然後架網站 部落客 同時在線上當講師 線上講師 然後他本身的文章啊 就是他因為他寫作嘛 寫作需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分享 他的文章多數發表在連線雜誌 高速企業 今日美國 這些還蠻知名的美國雜誌或線上的媒體頻道 然後同時啊 他每週都會發布一個電子報 是屬於他的專屬電子報 如果你是他的會員 你就可以取得這個叫週日快報電子報 而這電子報完全免費 就可以取得了 好那但最後啊 如果你要找他 容易嗎 很容易 只要搜尋他的名字 或者他有網址 就他本身有一個網站 你可以在推特上面找到他 粉絲頁上面找到他 也包括搜尋他的名字 都可以找到他 好 所以我已經把他目前的工作樣態 與各位讀者朋友分享了 接著我也要從這個樣態 帶大家來拆解 關於他的工作 有人說 欸 光從他現在背景 有什麼好拆解的 就是他本身就寫作啊 是一個部落客啊 會嫁網站啊 又在線上課程當老師 好當然不是這麼單純 看到這樣的內容 我們要看一下 從他本身的工作 延伸他工作拉出來的價值 好基本上可以拆解成四項 第一項叫做 產品服務 好本身他寫作 然後同時他會嫁網站 同時又是一個部落客 也在線上教課 是一個線上老師 所以這本身就是他既有的產品服務 產品服務 這是他現在既有的產品服務 好那他的宣傳通路在哪裡呢 我們剛剛說他寫出來內容 是在哪裡分享呢 都在很有名的雜誌喔 例如連線雜誌 高速企業 今日美國等等這些知名的 美國的無論是線上媒體啊 或者是實體雜誌中 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好所以他有他的服務了 也有他的宣傳管道 好然後延伸我們剛剛又說 他怎麼和他的讀者建立關係呢 他讀者跟他建立關係 基本上是免費的 因為他透過的是電子報 他透過的是電子報 所以你每個禮拜都可以收到 由他自己親自撰寫一個 周日快報電子報 告訴你他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他推出什麼新的服務 以及他對這個時事的觀察 所以這個叫做建立關係 建立和讀者的信任關係 而這些讀者可能有一些人 本身也是企業主喔 所以企業主常收到他的資訊 當未來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找他來幫他 幫企業服務 好那第四個什麼呢 叫搜尋好找 我們剛剛說要怎麼找他呢 很容易嘛 搜尋他的名字找到 Twitter找到 Facebook找到 所以你只要想找他 都很輕易的可以 找到他 也包括他已經建立在名人 那個什麼 名人圈中的一個 信任度 因為他幫很多有名的人 幫他們做網路的行銷 網路的品牌 好所以基本上 藝人公司需要有這四項 產品服務 宣傳的通路 建立關係 同時搜尋好找 這四項基本上 我覺得應該算缺一不可 每一個藥像都 為這家藝人公司創造價值 所以也要請大家可以動腦想想看 你現在的產品服務是什麼 如果你有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寫下 你的產品服務 然後如果你一開始 與人分享你的產品通路 你也可以寫下 你通常會透過哪個通路去宣傳你自己 然後第三個 你怎麼和你的讀者朋友建立關係 第四個 別人怎麼找到你 別人怎麼找到你 這四個我覺得是值得大家一起動腦想想看的 我們今天有很多精華的精彩內容 鼓勵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因為 對於大家而言 你今天等於已經收獲學習了一門課 叫做如何開一家藝人公司 如何開一家藝人公司 只要把這四項一個一個去好好拆解分析 同時了解一下你可以做什麼樣的服務 其實你已經可以開始為自己創造第二收入第三收入囉 如果你了解你的產品是什麼 或者服務是什麼 服務可能是你本身既有的個人專業 或者是價值 它都可以成為一種服務 然後延伸宣傳管道 建立關係和搜尋好找 好 那我以閱讀人 我本身自己的工作 來做介紹 好 例如我們產品服務是什麼 我們的產品是 讀書讀人讀世界 什麼叫讀書呢 讀書就是進企業內 推動企業內的讀書會 然後當然我們有推課程 也包括我們有各種 例如訪談的直播 各種直播形式 好這些都是我的產品服務 對於大眾的也可能不用付錢 因為主要付錢都是老闆 所以你們可以很享受的 取得這些資源服務 所以這產品服務 第二個宣傳通路在哪裡呢 宣傳通路就是我本身在不久前 也之前在聯合報會有專欄 在確實也有專欄 也包括我可以透過我自己的 現有的通路和平台 去分享我的觀點 以及分享我們要推的服務 甚至是課程 對就像我們產品服務 還有一個叫高效閱讀裡 推課程邀請人們 如果想要用閱讀改變人生 我們就用這課程來支持你 好那第三個建立關係 就像我們每個禮拜透過直播的形式 跟很多讀者朋友 一起來學習一起成長 也讓讀者朋友可以看到我們 認識我們 好然後 當然我們還有成立各種不同的社團 你可以在社團當中獲取到 自己所要學習的內容 可是當然更重要的是 你一直與閱讀人連結重要關係 好那第四個 搜尋好找 無論搜尋閱讀 搜尋閱讀人 搜尋證俊德 或者搜尋讀書會 好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我們 好也因此如果有這樣服務性的需要 就找得到 就找得到 所以真的我鼓勵大家可以動腦想想看 你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服務 或者產品已經開發出來了 然後後面三件事你要如何去建立 你要如何去建立 好那接著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開辦多人公司和藝人公司的差別在哪裡 開辦多人公司和藝人公司的差別在哪裡 好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與我們一起交流 因為你的交流其實也在幫助自己思考 未來 如果你真的創業了 或者你已經在創業 你要開辦是多人公司呢 還是藝人公司 你要開辦多人公司還是藝人公司 基本上多人公司或藝人公司都好 每個公司都每公司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可是這兩者差在哪裡呢 差在哪裡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寫下 你想過的答案是什麼 開辦多人公司和藝人公司的差別 然後我也順便介紹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藝人公司 為什麼小額美是未來企業發展的趨勢 對為什麼小額美是未來企業發展的趨勢 其實現在有很多小型的企業 是有點像單打獨鬥 可能是一人可能兩個人也有三人 就不同的形式 用最小規模化去創造最大的價值 好為什麼這麼多小公司越來越多呢 其實這延伸的是 但是現在的專業分包的外包化之外呢 也包括地球是平的 很多工作都可以透過交流方式一起合作 創造最大的可能性 然後不然這種開設多人公司和藝人公司 還是有不同的成本考量 還是有不同的成本考量 好所以大家覺得差在哪邊呢 有人覺得一人公司比較不用遷就他人 多人要溝通 然後學生說多人公司要分享利益 好玉婷覺得是好管理吧 然後有朋友說可以一起討論事情承擔風險 集思廣益多人公司 好基本上一人公司或多人公司 他們的挑戰都不太一樣 好一人公司只要把自己養活 公司就活下來了 多人公司要把員工都養活 才活得下來 好所以這是一個第一個差別 然後第二個差別就是 例如一人公司可能沒辦法跟員工討論 有你自己就要做好決定 然後所以你要擔所有的責任和風險 多人公司就是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但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所以在集思廣益下可能創造的那個 方法可能會更好或更多元 好那當然一人公司也可能在組織發展規模上 會遇到限制 因為一個人24小時最多做的事情 就是24小時能夠清醒的時候做的事 可是多人公司就可以透過時間的分配 或者工作量分配 讓事情可以做得更多更廣更遠 好所以這一人公司和多人公司 所付的不同的價值 然後當然延伸一人公司 剛提到真的比較容易活下來 因為所負擔的成本是不一樣的 現在很多產業開始陸續可能說小話 在於成本考量 因為現在員工意識抬頭也包括很多 勞資或很多那個什麼 在支付的費用上面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 但這是好的 因為對於勞工是有保障 但對企業主而言 他所要承擔的風險 就會相對的比較高一點 例如可能一個三人的公司 可能一個月的負擔 就可能至少十萬十五萬以上起跳 三個人的喔 基本的成本就要負擔這麼多 然後要超過這樣的營收 才能夠讓這個公司活下來 所以因此這都是很多成本上面 要去精算的 好所以接著問大家 一個問題 開一家公司要花哪些錢 如果你覺得開一個一人公司 需要用到哪些成本呢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 寫下你認為的金額 開一家公司要花哪些錢 然後Rick說 多人公司指的是合夥人多還是員工多人 好有種叫合夥人多 可是真的做事很少 那其實不叫多人公司 叫多股東公司吧 對 多人公司應該指的是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 好開一家公司需要 要花哪些錢 有朋友說要營業登記 營業登記還算小錢 營業登記就花一兩千塊 就可以完成登記 對 其實開一家公司要花的錢還蠻多的 則好說人事費用很高 對 人事費用 開公司裡面 人事費用目前應該算 佔比很高的一個佔比 可是如果本身你賣的是產品 產品的庫存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成本 成本佔比 然後當然如果還有什麼 如果你開的是店面 還有租金 這也是一個成本 好所以開公司需要花哪些錢呢 好現在有人寫的是 機器設備 好玉婷說服飾店大概就要花30萬了 有稅務的成本 辦公室成本 身材器具 好基本上 我直接教大家在那個什麼成本上面 有幾個 一種叫固定成本 一種叫流動成本 固定成本就是跑不掉的 好例如你看 剛剛有人提到例如像身材器具啊 或者是店面啊 固定到支付的水電費啊 然後包括每兩個月要做的會計的記帳的費用啊 這些都是固定的 要一直花下去的 然後 但如果員工人數越多 這員工也是一種固定的一種成本 好那什麼叫機動成本 機動成本就是比較不一定的成本 它會隨著可能你的進出有波動 所以這成本就有不同的考量 所以基本上如果再簡單來看 其實就有例如什麼房租啊 水電啊 會計啊 如果你要有業務的話 就要養一個業務去推廣 如果沒有的話 自己老闆就要當業務 然後延伸 有一些後勤的行政工作 也需要有人協助 所以有人可能還會需要一個人做助理 或行政的工作 來處理一些會計的帳啊 所以有的行政和會計會在一起 然後當然如果你本身公司可能有需要做網站 你可能還有養工程師養美工 好然後延伸負擔的是勞保健保 還有例如退休金的提搏 還有很多法務上面的一些費用 好基本上這樣加起來 聽起來好像就很龐大很大筆了 所以基本上要開一家 能夠開始營利的公司 沒有準備個一兩百萬 基本上是不太夠 有時候一百萬還不太夠 很快就燒完 所以創業本身如果在過去是一個 不容易的事情 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因為網路時代出現了 很多 很多既有的工作都可以被可程式化 甚至外包的方式 進行合作 進行合作 好我用我自己曾經創的一個頁來分享 像我之前曾經開過網路行銷公司 然後在開著公司的同時啊 我們就養 我們公司裡面就有工程師 好也有美術也有美工的人員 可是在這樣的公司過程當中 我們後面遇到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 當員工沒有工作做的時候 其實業務或者我就要去外面找案子 讓員工有事情做 可是為了要養活這公司 反而不得不接一些 自己覺得沒有什麼賺頭的工作 只是為了來發薪水使用 來發薪水使用 所以也因此怎樣 因此這就另外一種本末倒置 讓公司變成不是以獲最大利益為目標 而是只為單純活下來 單活下來 所以進而 像我現階段的創業就是 我試著用最精簡的人力 來把很多事情外包 把很多事情外包 好我再舉個例子 像我們以前 我們可能網站工程師 他某一些程式語言 其實他不太熟不太懂 所以如果客戶要求要使用那個框架的時候 對工程師而言他其實很困擾 他還希望用他熟悉的方式進行 好那我們當然也可以讓員工去受訓培訓 把這能力學起來 可是其實相對要付出的成本代價也會比較高 然後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找一個人來做 或許是一種方法 可是後來我想通了一件事情 如果自己的人很難在短時間內學會 那為何不找外面已經會的人來幫我完成呢 來幫我完成 所以因此我們就試著把很多事情開始外包 然後當然公司組織也重新整理和拆解 所以我們現在閱讀人 人是基本上非常精簡 精簡到不太容易倒 就是只要我活下來 或只要一點點錢 就可以足夠讓這組織可以持續堅持下去 所以開一家公司要花很多錢嗎 你可以很多 可是也可以很少 我們當然要教大家如何去算 你該賺多少錢 才能讓一家公司活下去 才能夠讓一家公司活下去 好 所以該如何開始一人公司呢 開始一人公司呢 就像我們剛剛分享那四個 你要先了解你現在 既有的產品服務是什麼 你有沒有產品 你有沒有服務 例如你會寫程式 你會拍照 或你會 音樂器 好這些又可以是服務 但你如果你有產品 本身你會做一些糕點啊 會做一些 嗯 一些自己開發的產品或設計 好這都算產品的一種 好延伸你要第二件事就是要宣傳出去 因為千尼瑪要找伯樂 千尼瑪要先自己跑到田野上面 讓別人看得到你 才知道喔 這裡有一隻千尼瑪 所以千尼瑪要自己跑出來喔 所以宣傳通路很重要 要找到對的通路 讓別人來看見 所以我們待會這四個會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然後第三個叫建立關係 你如何跟客戶建立穩定持久的認識關係 而不是你有需要的時候才找他們 或你要賣東西的時候才下廣告讓別人知道 所以平常就要建立關係了 第四個更重要就是 如果別人想到就能夠找到你更好 想到就能找到你更好 好所以在於 你要開始開發你的產品和服務的時候啊 有這五個問題要先問問自己 欸你為什麼要做這個產品 或為什麼要做這個服務 他對你而言你的目標使命的價值是什麼 當然你也可以很單純就 喔我這想賺錢 好這個也是一種很單純的價值 賺錢很棒 可是這樣的目標和使命 其實很難去帶來更大的影響力 或發揮更多的怎樣 別人來來來來 因為你的目標價值不要算是個人的 如果你的目標是屬於大的 好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人獲得快樂 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人獲得健康 好就像我們閱讀人 希望幫助人們透過閱讀翻轉人生 讀書讀人讀世界是我們的方法 而我們相信一個大人改變一個家就翻轉 好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使命 所以當你有目標使命的時候 你不只影響自己往這方向前進之外 你也影響你的客戶會尊重甚至支持你 尊重和支持你 好第二個 你要為自己的目標設下堅持的紀律 堅持的紀律 就像我們推動閱讀 我們的堅持紀律就是 堅持每天都要分享內容 透過文章透過故事透過好書 來影響我們所有讀者朋友 這是我們的堅持和紀律 然後甚至我們現在也因為有直播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線上讀書會 與大家在線上面對面 大家不用在外頭周車勞頓 坐在一個空間裡面聽我們說書 而是在家裡面就可以享受 我們提供的服務和內容 所以這是我們堅持的一個紀律 透過閱讀影響生命 然後第三個 你要想清楚你的客戶對象是誰 像我們就很清楚 我們對象基本上都是成年朋友 可能25歲以上熱愛閱讀的朋友 或者希望透過閱讀改變生命的朋友 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客戶 就是現在在直播面前的朋友們 也包括我們有些企業的客戶 也在直播上面看我們提供的服務和內容 好 那第四個你要問的是 那這些人為什麼要買? 買的價值是什麼? 對於他們 他們為什麼要聽閱讀人的直播? 為什麼他們要看閱讀人的文章? 也為什麼他要加入閱讀人的社團? 所以 所以要想一下 為什麼他們要做?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 是他們一定想要的 一定想要的 所以我們這次有一個功課給大家 你為什麼想要聽今晚的直播? 你為什麼想要聽今晚的直播?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後當然更鼓勵你可以趕快把今晚的直播分享出去 不只幫助自己也幫助你的朋友 讓他可能現在在經濟上面卡關 好我們待會教大家如何算出讓自己經濟自由的一個公式 好我把那個一句話打下來 好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為什麼想要看今晚的直播呢? 因為我們要了解為什麼要看嗎? 為什麼要買? 對然後同時也跟大家推薦這本書 藝人公司 如果你覺得你現在可能經濟上面 比較捉襟見拙 然後也包括可能你希望 為自己未來創業或者是下班後創造第二的人生 或第二收入 我覺得這本書應該可以給大家一些方向和版主 所有的人是想創業 有人想要增長智慧 有人是一直都在搞藝人公司 對現在很多人 有人是要吸收知識 所以每個人可能方向和目的不太一樣 然後平民說想要知道藝人公司是如何經營的 沒有錯 藝人公司如何經營 因為藝人公司 兩人公司三人公司其實都算小規模公司 可是一個公司如果超過五人或死人 那個開始的固定成本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時候就也要跳脫藝人公司的思維 要用另外一種思維來看待了 對有的朋友是想要成為藝人公司 有人想看藝人公司怎麼發展 有人是看直播已經變成生活習慣了 謝謝 有人是經濟上面有困難 對如果經濟上面有困難我鼓勵 你更需要去透過閱讀找到方法 因為困難這件事你單純想它不會解決 你要試著去找答案 找方法然後試著去做 才會開始解決 好所以每個人可能方向不一樣 好那我會怎麼樣協助你們呢 好方法就是透過直播來支持所有讀者朋友 也透過問題來引導大家反思 如果大家有參加我們線上讀書會就知道 我們讀書會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說 我跟你們透過問題邀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互動 因為透過互動的過程 基本上你不是在讀我 是在讀你自己 瞭解你現在的工作 瞭解你現在生活 瞭解你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瞭解你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我朋友那個Sindy說 被上司訊 所以更想成立一人公司 可是有時候就是賭氣 不要馬上做 對有人說 可以快速聽到精髓和重點 更有效的學習 好所以這是在產品服務上面 你可以好好先思考的五件事 你的目標使命是什麼 你的堅持紀律是什麼 你的客戶是誰 他們為什麼要買 以及你如何協助他們 如何協助他們 好那延伸剛剛提到熱情這件事啊 如果你對你工作好像沒有熱情 好作者怎麼說呢 作者說目標 有目標的人 不表示這目標一定要有熱情 因為熱情是努力工作之後 才會產生的結果 才會產生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工作沒有熱情 有時候是你對你這件事情 你其實沒有投入足夠的努力 或者你努力的方向 不足以讓你產生的熱情 對它包括 但興趣 沒有太大的興趣 也有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有目標不一定有熱情喔 因為像有人想要開咖啡廳 他覺得開咖啡廳是自己的熱情 可是開了之後才發現 欸不是 每天開咖啡廳 原本以為開咖啡是很悠閒的事 後來開了才發現 其實並不悠閒 每天忙到可能最後只能喝下 欸那些冷掉客人剩下 或是已經快過期咖啡豆的咖啡 對所以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思考點喔 真正熱情和工作的連結性 熱情和工作 每個工作都可以創造熱情 可是 熱情這件事 你要自己去透過努力 把它創造出來 把它創造出來 好所以目標不等於熱情 好那延伸 你要如何跟你的客戶持續的連結呢 好像作者他使用的就是 可能透過各個社群平台 然後他也本身自己是broker 就是有部落格 透過文章去連結他的讀者 好他有電子報 也可以連結讀者 好所以連結讀者有好多種方法 這些都是宣傳通路 同時也是建立關係 有一些宣傳通路其實是需要付費的 好像電子報 很多人想說 欸email為什麼要付錢 可是如果你是要寄大量的email 超過可能200人300人400人 都務必要使用的是那種電子報的系統 就是那是要付費的 否則你呢 只會進到垃圾信箱 進到垃圾信箱 所以有些錢是沒辦法省下來 包括我想要透過臉書持續的推某一個 我現在要推出的新的服務 或新的課程 好那通常這類的資訊 在臉書的演算法規則下 多數不會讓你的讀者朋友看到 所以臉書會要求你 也是要為這件事情去付上代價 就是要付費才看得到 所以各種宣傳啊 其實都有技巧有方法 這次都是要學習的 所以你要怎麼跟你的客戶持續聯繫呢 你要找方法找適合的工具 少對你而言 欸它的成本是比較低的工具 所以像有的人可能會用Light 這也是一種方法 或透過Light的群是一種方法 現在很流行為商 就是線上為商 我建立我的群 對我的群去做進行為銷售 好這些都是建立關係的過程 建立關係的過程 好那最後一個叫搜尋好記 第一個是別人如何記住你 通常別人記住你的關鍵來自於你的獨特的價值 而這獨特價值是他身邊的朋友沒有的 甚至可能是第一名的價值 好就像我們閱讀人 主要就是大量談書說書解構書 解構書集 現在當然很多人可能同時有在做類似的服務 可是可能有人做的事只是在線上 透過影片的方式與你分享 好我們閱讀人走出不一樣的價值喔 我們幫助大家透過拆解知識的方式 我們走到的企業 甚至教你學會這樣的技巧 令我們開了高校閱讀力的課 所以我們建立了另外一種標籤叫做 如果你想要學會知識的拆解 或者很快的掌握這本書的知識 你就要邀請閱讀人來協助導讀或分享 好所以這是我們幫別人記住我們的方法 好那別人如何信任你呢 信任基本上有幾個條件 第一種叫下苦工 這苦工來自於時間 透過長時間的見面其實就會建立信任感 建立信任感 好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你有足夠的價值 別人在你這邊可以獲得他所想要的 或學習到他所想要的 好他也慢慢會建立信任你 然後第三種方法叫做光環效應 假如如果你常能夠有一些名望的人 為你背書為你站台 像我們閱讀人常會邀請一些名人作家一起直播 好這也建立了閱讀人被人信任的一種信任度 所以這也是一個讓別人信任的方法 好那當然還有更多 你自己要找出你屬於你的方法 如何建立別人的信任 然後當然最後一個 如何找到你 所以你最好取的名字是方便大家在搜尋的時候好找的 像我們就做閱讀 我們早期叫閱讀啦 然後延伸後來改了名字叫閱讀人 因為我們都希望幫助大家好記好找 能夠找到我們 所以透過這個好記的方式 搜尋好找的方式 就能夠找到我們 然後當然我們目前在開的社團 也有粉絲頁也有網站 這些都可以成為找到我們的工具 找到我們的工具 所以這都是在創辦一人公司的時候 你需要去學到的方法 學到的方法 好那我們今天有一個計算題 邀請大家一起來算的 如果你開了一家咖啡廳 每個月的固定開支是10萬塊 這開支可能包括你自己的薪水 然後可能買咖啡豆 然後店租加一加至少要花10萬塊 你一杯咖啡目前定價是100塊 好那你每天至少要多少客人 才能夠收支打平 收支打平 好請計算 請計算 這是一個數學題 每個月開支10萬 一杯100塊 每天至少要幾個客人 才能夠收支打平 好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算一下數學 對喔 Leak把我們整理了 建立信任方式 但是那個下苦空主要是時間的陪伴 好所以一家咖啡廳每個月開支10萬塊 一百 一杯100塊 每天至少要多少個客人 多少客人 多少客人 好洪國是40個客人 歡迎大家算一下數學 其實這個是需要常常要練習的 因為像我有時候去餐廳啊 我都會幫他算出他這個餐廳的一個月營業的多少 而我的算法怎麼算呢 我都會算一下 欸我現在坐在這裡 在用中午用餐時間有多少人去推算他 可以可能可以翻桌翻幾次 好如果翻兩次就是按我現在既有人數乘以2 然後再乘以多少 可以乘以25或者是22 用這方式去推算出他的中午嬰兒 然後當然晚上可能可以翻桌到三輪 我用這種方式去估算 聽說都還蠻準的 可是這個思維很重要的是 你必須要透過這種方式去計算才知道 你的企業或你開的公司活不活得下來 好 其有一個平均答案啊 就是你每天至少要賣出34杯才能夠打平 34杯 34杯 所以這是一天至少34杯 有沒有發現 這樣算起來好像就比較容易一點的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你沒有做精算 你會覺得 我每個月固定家要花出10萬塊 可是我 要到底感覺好像要賣很多杯才能夠去賺到什麼 因為你看喔 10萬塊除以100 等於要1000杯 這壓力聽起來就有點大 有點大 可是如果我們試著把它再拆解成每一天 結果你只要今天能夠賣出34杯 你就可以打平 好那這34杯有不同的賣法 例如買一送一法 或者團購法 或者我可以透過服委會下單法 我都可以很快的讓我這34杯達到我想要達成的 所以當你算出你每天最基本要賺多少錢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有擔憂 然後當然這可以精算延伸到我每週應該賺多少 或者我每月應該賺多少 才能夠讓我的這家企業或我的咖啡廳活下來 所以這是一個在創業前一定要先學會的一個計算功課 就算出你的最小的什麼 最小的活下來的那個收入要多少 才能夠讓組織活下去 好洪國說原料成本呢 我原料成本已經含在這10萬塊了 就剛說的房租咖啡豆和人事成本 然後人事可能就只有老闆一個 才會只有10萬塊 對 然後當然有一個可能沒有算進去的叫做 設備攤體 包括裝環的攤體 如果算進來可能這金額要更高 金額更高 所以攤體有的人會用一年攤體 有的人會用兩年攤體 好漢明說那這毛利嗎 好這基本上算營收 因為一百 一百塊乘以那個什麼 三十四倍是三千四嘛 所以它算是一個營收 我現在講的是固定開支十萬塊 所以這如果只是剛好打平 這打平而已喔 可是你要多賺是賣超過三十四倍之後 才開始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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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夠Break Even 對有朋友幫我們留下一個關鍵詞 好所以書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 可生存最低利潤 可生存最低利潤 好那如何創造你的可生存最低利潤呢 如何讓自己可以活下來呢 好作者有一個很關鍵的詞叫做 試著讓你的服務簡單 就是當你簡單你就能夠賣 當太複雜的東西 一人公司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試著必須要讓你的產品 足夠簡單到別人容易懂 也簡單到你好操作 可有時候簡單這件事並不容易喔 因為當你要簡單 你就必須要比別人還要傑出 這種傑出是一種簡單中的傑出 你要創造價值是比那些 別人一樣可以做到 可是你要做的比他們更好更優 雖然都是簡單的事情 可是其實並不簡單 所以你要算出 你的最低的生存利潤是多少 要賺多少錢才能夠養活你自己 或養活這家公司的基本開支 甚至養活的是你的家庭 這些都是可精算的 都是可精算的 好 那接著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現在要創業了 一人公司 你沒有錢 你要如何開始賣出你的產品以及服務呢 你沒有資金 你要如何開始呢 如果你沒有資金的話 你要如何開始 這題目看起來就像零元創業 的確沒有錯 接著要跟大家分享 書中提到一個觀點是 零元創業觀點 如何在用最小資金的狀況下 創造最大的價值 因為如果在最小資金都能夠創造足夠 能夠變現的價值 但這線可能不是很多 可是當然它可以變現 那等於當你投資 把這金額擴大的時候 那它所創造價值會更多 如果沒有資金 你如何賣出你的產品和服務呢 歡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歡迎大家可以分享今晚的直播 透過分享你可以看重播 因為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開一人公司 如何創辦一個一個人的公司 卻可以創造每年一億元的營收 一億元的營收 因為作者就是 每年光靠自己一個人就可以賺一億台幣 換算下來是一億台幣的金額 哇有沒有非常厲害 這基本上已經比很多小企業還要賺得多了 還要賺很多 所以它到底是如何做到呢 在我們前面有介紹的 它自己本身的工作內容 所以如果是比較晚進來的朋友 歡迎分享直播後 晚點看重播 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它賣什麼樣的服務 以及什麼樣的產品 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資金 如何去賣出你的產品和服務呢 好 漢明說先找到訂單 再下單 紅國是創造 欸 產品價值 然後有朋友說 一進一出 有人是預購 先行銷自己 網路行銷 建立粉絲頁 然後再廣告產品 好 基本上大家都說對了 這些方法 基本上 先行銷自己 讓自己足夠被人信任 好那當然你後面的產品服務就延伸出來 然後當然也包括 欸我也可以透過預購的方式 可是預購通常也是建立在信任的感情上面 然後現在有包括有一種創業形式叫做群眾募資 當你有一個產品 有一個概念有一個想法 你用非常小的資金先去打樣 拍攝影片 邀請網友來支持 然後如果網友 他們足夠的量支持你 你就可以用這筆錢去請工廠 開發出商品 然後讓每個人可以拿到 這也是一種方法 然後像剛才有朋友說一進一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學創業做什麼好了 因為這個三名模式現在也沒辦法做 可是這是我大學的時候賺零用錢的方法 而且這其實還不錯 我那時候光大學沒有接家教就可以一個月賺幾萬塊 好我是怎麼做的呢 好我做的方式叫做買空賣空 好什麼叫買空賣空 聽起來好像有點糟糕 好這不是叫糟糕 這方法叫做我沒有商品 我是先賣圖片 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再去幫你下訂單 所以我賺的叫做知識落差 所以那時候網拍剛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 網路上搜尋到幾家廠商商商品 我打電話去詢價問他說 我如果買一個的話是多少錢 買兩個多少錢 買五個是多少錢 可是實際上我並沒有下單 我完全沒有跟著廠商買 我是使用他的圖片在網路拍賣上分享 好那如果有客人下訂單了 買一個買兩個買三個 我就有不同的利潤了 因為當他下訂單 我在打電話請那廠商寄給我 我再寄出去 或者有的已經配合到很好之後 就由那廠商主動寄獲到消費者 我變成有點像是經銷或仲介 在網路上銷售 這是我大學時候就開始做的事情 對直到後來這知識落差 廠商都可以自己賣的時候 欸我就沒辦法賺到這筆錢了 所以這是我大學時候做的一個創業 就是欸我沒有東西 可是我把別人的圖片拿來賣 賣掉的時候我就可以賺中間的差價 可能有人賺幾十塊 有人賺幾百塊 而這中間其實都是花的就是 我需要花點時間做資料整理 和把照片上架 把照片上架 這是我的前期的大學的時候創業 對所以有的人有自己不同的創業模式 像有人咖啡廳可以變成複合式的 就不只賣咖啡可以賣很多東西 就像現在書店不得不複合式 因為很多書店只開賣書會餓死 會倒掉 所以現在有的可能書店有像 好像宜蘭還是哪裡是賣菜 對然後有的書店是跟咖啡結合 有的書店跟活動結合 讓書店的附加價值變多 使用的是賣自己的商譽 對搶先機沒有錯 好 所以如果你要募資 今天剛剛提到群眾募資 如果你真的要找一筆錢 來讓你的產品可以開發出來 或者讓你可以足夠去銷售自己 去行銷自己 有的錢會透過創投 可是作者說不一定要找創投 因為資金有時候不是創業的最優先考量 這應該顛覆了大家對於創業的思維 因為很多人認為創業是要先一桶金 可是現在這個時代啊 創業不是馬上先一桶金 而是你能不能創造別人信任你的價值和服務 如果有人預購那基本上你不用一桶金都可以創造 而這第一桶金甚至可以用借的 跟銀行借錢 因為跟創投借錢你會有另外的 因為它是一種股權的方式 所以你要被分很多 同時會有變那個什麼 會要求變成長的壓力 再成長壓力 所以延伸如果你正要找創投 你要思考這創投對你的企業而言 是否是另外一種加分 例如它本身創投有它的通路 所以一旦這資金進來 你就會能夠讓你的交售額可以很快的成長 因為你的那個投資人有通路 或者你的投資人有方法 有專業 或者他有人脈 這些都是在找創投的時候要去思考的 而不是那個錢 因為那個錢也不是你的錢 創投錢不是你的錢 那是投資人的錢 所以它是支持讓你的企業成長 有賺錢他就要怎樣 他就要分 這是好的這合理的 可是當然不是每個企業都需要成長 因為這作者的觀點 他認為很多企業 基本上健健康康活下去更好 健康康活下去更好 所以要試著讓自己小到很難倒 小到很難倒 好所以作者他自己達成了 一個人公司每年營收1億元 讓自己小到很難倒 像書中說 全球有很多百年企業有90%都是日本的企業 日本企業 這些企業主要有一個很核心的原因就是 他們足夠小 很多都是小家族 用家族企業一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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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 可能就是兩三個人五個人十個以內的小公司 或小店面 堅持持續養活了他們的家族 而這百年企業 基本上要倒也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因為他們已經創造了企業本身的價值 信任度 同時他們在這個服務上 服務或產品上面 已經有百年的品質 或者是一個 一個很難被取代的一個記憶價值 信任價值 信譽價值 所以如何創造自己的服務 能夠達到百年 這值得好好想一下的 因為如果大家仔細想想看現在資本市場上面的大型公司 能夠到百年的說真的不太多 很多企業都為了大量的爭取成長再成長 所以過度的膨脹 而後可能會面對到很多 例如科技產業的轉型變形 或者是遇到新的危機 所以這都值得想一下的 值得想一下的 好所以最後回到這本書 藝人公司 如果你想要成為一個藝人公司 今天談到四大重點 第一重點 你要先想想你的產品服務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 你要先找到 如何讓你的產品服務 可以被別人知道的宣傳通路和管道 第三個 你要想像 你如何跟你的讀者朋友 跟你的客戶 持續建立穩定的關係 像作者發送的是每週的電子報 至少他的所有讀者或朋友 每個禮拜都會接收到他的資訊 然後第四個很重要的是 當別人需要你的時候就找得到你 當別人需要你的時候就找得到你 好所以這是開藝人公司四個重要環節 所以好好為自己預備 因為我們未來很多挑戰會出現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未來可能會有AI會有機器人 每個人工作可能不保 也可能在 也有包括你可能對你現在工作上面 你沒有太多熱情 好一人公司是可以更自主性的去掌握 你的工作 你的時間 包括你的人生 我覺得這也都值得讓大家好好反思 欸到底工作的價值是什麼 是單純為了賺錢呢 還是好好去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呢 好所以今天很高興跟大家分享了 藝人公司 用一個人小時的時間 談談未來企業的趨勢 也包括跟大家介紹的這位作者保羅 他自己用藝人公司為自己創造意義 也支持了更多人嚮往他 然後當然他也推出他的服務 所以你要找到他很容易搜尋他的名字 就會找到 也包括搜尋今天的書名 藝人公司 Company of One 我相信你應該會很有收穫 在這本書當中 好我們很高興今晚 與大家一起交流直播 歡迎你幫我們按讚 也歡迎分享 如果你沒有看完今天所有精華內容 你可以分享之後看重播 用快轉的方式 好好了解我們今天所提供的內容 是否對你能夠有所啟發有所幫助呢 我不知道 可是我希望他對你而言 為你找出了下一條路 讓你不會人生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而是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讓你的人生可以無限寬廣 好所以這次我們今晚直播 期待下一次再見 我們在這幾天都會有直播 包括到禮拜天 所以有很多精彩好書 會持續與大家推播分享 我們一樣會有專題讀書 一樣會有線上讀書 各種形式透過我們好書內容 希望改變你的人生 影響你的生命讓我們一起成長 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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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生命令我們一起成長 來自家吧 我們再次看到 我們拍拖成… 感谢观看